王淑金上诉案因为牵扯到另一桩杀人悬案 聂树斌案而备受外界的关注 当年法院认定聂树斌杀害了一名女工并将她处决 十年之后王淑金因故意杀人强奸罪被捕 他坦白十年前奸杀那名女工的真正凶手是他 但是河北省政法部门却在日前宣判 王淑金没有杀害女工 这无疑让这一奇怪的官司更显得黑幕重重 9月27号河北省高级法院对王淑金 故意杀人强奸上诉案作出二审宣判 被告人王淑金犯故意杀人强奸罪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判决否定王淑金是聂树斌案的真凶 2005年1月王淑金在河南被抓 他供述自己曾强奸多名妇女并杀死4人 其中包括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 而这起案件早已结案 警方认定的凶手聂树斌已经在1995年 被石家庄市中院执行死刑 这种一个案子两个凶手的奇怪现象 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舆论普遍对聂树斌案的司法公正性提出质疑 2007年3月 河北省邯郸市中院一审 以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判处王淑金死刑 但法院没有认定王淑金为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 于是王淑金上诉河北省高院 一审尽管王淑金在法庭上对这个问题呢 做了陈述 但是来讲一审判决当中并没有涉猎 没有把这个 他的这个对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个案子 作为一个犯罪事实去认定呢 基于这一点王淑金才提出上诉的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之至今为止已经为儿子申诉200多次 但河北高院一直没有对这一悬案进行再次立案审理 而聂树斌案的代理律师自2005年起 依照惯例要求查阅当年的卷宗 但一直遭到拒绝 各界质疑聂树斌案的卷宗里到底包含了什么秘密 现在如果王淑金被处决 聂树斌案将永无真相 王淑金案的辩护律师朱爱民表示 一般说来二审都是围绕上诉人的请求和理由展开的 这就涉及如何甄别事实 论证证据的问题 河北高院在对王淑金的上诉审理过程当中 尤其是9月27号的这次开庭宣判的 我认为河北高院最大的失败是 以照检察员的推测作为定案依据 外界分析当年负责聂树斌案的公检法官员都已经升官 因此很难翻案 而且案件表面上是河北省高院负责 实质上是河北省政法委在操控 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冤假错案一直不断 近年来更是越演越烈 对此河北盟员警察周立表示 冤假错案的表面原因是法院听命于政法委 而根本原因则是中共一党专政 共产党错了没有人管 1987年湖南麻洋屠夫腾兴善被认定涉嫌杀死女服务员石小荣 六年之后被杀的石小荣返回老家 而滕兴善却早已被蒙冤枪决 另外湖北人士奢祥林因涉嫌杀妻 先后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5年 2005年奢祥林的王妻突然现身 奢祥林才获释 他透露自己是在被殴打十天十夜后被迫认罪 而河南浙城男子赵作海 1999年被当地警方认定杀害农民赵振响 2002年底被判死缓 2010年死者赵振响突然回家 河南高院被迫承认 赵案是刑讯逼供导致的一宗错案